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映出的角色他是谁呀 答案就在本期视频墨北处揭晓答案哟 呵呵 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咱们今天来说一下 迪迦奥特曼中的炮龙套的两个奥特曼 不对应该说是龙套中的龙套 那就是迪迦旁边的那个两个十项 豪哥先问问大伙 你们知道迪迦身边两个十项分别是谁吗 一个是极光战士阿基雷斯 另外一个是怪力战士赫劳 阿基雷斯擅长使用超高的速度来信用对手 然后用冰冻住对手一次来打败对方 而赫劳则是以惊人的怪力 那个力量打一拳顶别的奥特曼十拳小碎拳 贝利应接那一拳他也顶不住 在原本的设定中 赫劳以及阿基雷斯是要同时和迪迦奥特曼出现的 成为奥特三人小组 但是由于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也就是钱吗 你的原因啊 就没有上了 本来迪迦拍摄都已经很贵了 还要加两个奥特曼那是不存在的 这两个奥特曼为了迪迦必须抹得必须没有 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现在可能的样子 第一集两个十项就碎了个稀巴烂 换句话说是迪迦害死了这两个奥特曼 而这两个奥特曼的人间体也是在胜利队之中 一个是新城还有一个是绝景队员 这两位也痛失了当主角的机会 私底下这两人很有可能在抱怨大鼓 虽然我是你的辅助 但是你 抢了我的C位 好哥 讲了这么多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设定他有那么一点点熟悉呢 这不就是现在的太加奥特曼吗 连设定都基本上没怎么变 照搬过来的 果然太加的双亲之一就是迪迦奥特曼 从这件事大家可以看出来 远古对于三人小组这个设定 真的是很有执念 横跨了23年 这个设定又给搬回来了 远古表示有钱了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涂答了 些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 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